广东省人大会议将于周五在广州开幕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及省委宣传部长陀正 星期四拒绝回应媒体有关南方周末 青年献辞遭到删改事件的提问 发生在1月18号 惠州盘县金家煤矿崩塌事故 搜救工作在周四上午结束 最惠名失踪者的遗体被找到 确认失踪者全数罹难 死亡人数增加到13人 中国广播网中国之声节目新闻纵横 今天报道 黑龙江省一春市带领区妇人陈庆霞 因为常年上访 遭到当地政府先劳教18个月 起满之后又被关在废弃太平间 限制人生自由达三年 大陆一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 恐怕将高达人民币2000亿元 相当于两亿多人一年的口粮 其中以公款吃喝的浪费程度最惊人 对照中国大陆 还有一亿多名农村扶贫对象 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 相当讽刺 有网友发起反盛宴光盘活动 新唐人亚派电视终于报道